你好,今天就是2023年7月12日,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解读。 第一个想讲的就是关于高财通。 最近李家超特首就讲了,现在的移民潮就告一段落, 未来就会有很多新力军,即是高财,就会来香港去填补移民走的人。 其实自己只是低估了,即是低估了香港人移民出去的数量。 移民英国数目又多,移民去加拿大数目,今年都会多, 因为开始有一个叫救生艇的计划出来,令到很多人会再移民。 现在的移民潮其实是未停,即是在数字上看到未停, 因为看到你的学校,尤其是小学或者中学,退学的人数仍然是有的。 那么那个小朋友背后一定是大部分都是整个家庭, 因为很少是小学就会扔个小朋友出去。 那么很多人就憧憬着这些高财通是会带来房地产的需要, 也都可以将香港的经济带上去。 那么我想跟大家讲,高财通和可以带到经济增长是两回事。 最主要就是因为香港的经济要是好,才是有能力请这班人。 那么好坦白说,它会是填补一部分的劳动力,尤其是中低下的, 或者是有部分的专业人士能够是弥补。 那只不过是补充。 因为现在有很多一些中低技术的人, 或者是有些民职,就是可能做设计的人, 走是走得很多。 那么现在的企业都买去爬,都要去加薪, 只要你呼吸都可以给一份工去做。 现在整行,就是很多是权人。 那么,而那些蓝领,尤其是餐饮业, 或者是运输业,建筑业,在在是需要人, 因为有人口老化的关系, 也都是有些移民的关系, 就是有很多,因为政见不同, 无论他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很少钱, 但是他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他, 走了,也都是有很多人是走。 那这个是令到香港的经济,是有隐忧的。 那么有些人经常说,我就看淡, 就不知道香港有什么前景, 其实香港有一个优势, 那个优势就是叫做虚拟资产。 那么虚拟资产呢,老一班的人, 年纪长的人,就不会认同, 好像昨天的一个座谈会。 那么任志刚就向许正宇训话, 说我是看信报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里。 那么其实,他是一个年纪大的人, 也都是不在其位, 其实他不应该去说这些说话。 因为, 是现在当朝的, 是说的是许正宇先生。 那么他是掌管的位置。 全中国他是不容许做虚拟资产。 那只是香港是可以做虚拟资产的角色的时候。 然后,其实在一讲了这个叫做证监, 是会推出一个叫做VASP, Virtual Access Services Provider, VASP的牌照, 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做新的七号仔牌照, 其实内地已经是有很多人, 是想来来去申请这个牌照。 那么申请这个牌照有什么用呢? 是可以做一个叫做交易平台, 即是虚拟资产的交易平台。 那这些是内地人呢, 就是梦梅尔琼。 那去申请这个牌照, 其实有什么的条件呢? 第一, 通常你本身都已经是有一个牌照公司, 即是可能你已经是持有149牌照, 即是有股票啊, 有基金的牌照。 但是, 你都需要有一些人呢, 是懂一些叫做虚拟资产的运作啊, 需要这些东西, 亦都需要懂金融的东西。 所以现在, 七号仔的RO, 即是那些叫做负责人员, 抢到的人工, 差不多十几二十万一个月, 都还请不到人。 那么, 他去证监会去给这个牌照呢, 其实很简单, 用钱去衡量你, 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做。 即是如果你是可以这一年, 是销到几千万的, 证明你是有这个实力, 是可以做到这个平台, 不会倒閉。 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挺聪明的做法, 是用钱去衡量, 即是等于你去, 一个停车场, 那个停车费是高的时候, 证明你是一个高消费, 那我这个是一个高消费的商场的时候呢, 那这些, 那么高档的商店, 就适合你了。 那么, 那为什么会烧几千万呢? 你租一个美的, 我写字楼要几千万, 你请RO两个, 那你也都要, 可能要几十万开支一个月, 又要几百万一年, 跟着又要请一部团队, 去设一个叫做交易平台的系统, 这些都是要烧钱的, 那这个是唯一一个最愚蠢,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去判断,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实力去判断? 那虚拟资产, 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会接受, 其实我十年前, 我都不会接受Bitcoin, 但是, 去到早两三年, 有人点醒我, 那他就说, 这个世界不是属于你的, 这个世界是属于下一代的人, 下一代的人呢, 是活在手机里面, 活在平板里面, 活在元宇宙里面, 他们是接受这件事, 他们未必喜欢面对面见面, 他们可能是喜欢用他们的阿凡达, 用他们的分身, 去沟通, 以后的工作, 不是面对面的, 可能是在云里面, 去有些, 摆了些工作在那儿, 完成就是算, 那这些是他成长的时候, 有Minecraft, 有很多武器, 他们已经是习惯了这件事, 我们不可以用一个, 好像我们叫做Generation X, 我六十年代出生, 或者是Generation X之前的世代, 就是任志刚的年代, 这个婴儿潮的年代, 去看, 现在这些叫Generation Z, 或者Generation Alpha, 他们想的东西, 我们是要去给他们空间去发展, 那我们只不过, 我们的监管做得好的时候, 这件事是始终有发展, 那内地因为始终人多, 他们一放就乱, 那是很难去做, 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那其实, 有机会是香港未来的增长点, 我希望大家很好去把握, 多一点了解, 不要经常坐在那儿, 做一个否定的态度去看事物, 那是有些叫老海鲜的感觉, 那我全程是投入, 起码要去接触认识, 不要第一走过来, 就是去否定, 我讲过一个例子, 元宇宙,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阴间阳间就是一个元宇宙, 那我以前的老板, 已经在上海, 在西安, 已经做到一个叫做殯业业4.0, 就是将那个墓地, 再赋予一些叫做虚拟人, 那如果你是挂着你的先人的, 那突然间他可以做到一些技术, 是投射出来, 你和他有情感的交流, 解决到你的痛点, 接着, 以后就不是烧衣了, 以后就是烧NFT了, 你帮他换一件可能是名牌的运动衫, 或者对名牌的运动鞋, 那这些交易的货币, 可能是一些虚拟货币, 那他穿的衣服就是虚拟资产, 当你结婚的时候, 投影他出来, 看着你去一些重要的时刻, 那这些, 如果解决到你感情上的痛点的时候, 你什么钱都会给他, 这些就是一些真真正正的应用场景, 如果香港是一个唯一可以合法, 去用这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商机是很大的, 那第二个新闻就是说中量联行, 那他就觉得今年的楼市会是跌, 未来,即是明年的楼市, 还会跌多10%, 因为很少策略私行, 是做这个预测, 那我都觉得, 未有那么快是可以扭转整个跌势, 你看到昨天的Handy Park, 再卖多一期, 那但是呢, 都卖不完, 那他只是卖出56伙, 是占这个开售的82伙, 大概是68.3%, 那整个项目, 其实现在卖了多少呢? 是卖了三成四, 那他还有六成半, 差不多是三分二的项目, 是未卖, 那销情已经不是那么顺畅, 就是以前经常见到, 有那么多迎购的1Q清袋, 就没有了, 那所以住宅的板块呢, 我是不看好, 那其实房地产有很多不同的板块, 有写字楼, 有商铺, 有工业大厦, 有数据中心, 有住宅, 那其实, 看回如果是板块来说, 可能会是做得好一点的呢, 会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工业中心, 因为大家现在呢, 是向下楼, 向下楼, 就是说, 我做开甲级写字楼的, 现在因为生意不好, 我要去月级, 月级就要去丙级, 丙级就要去工贸, 工贸就要去工业, 那个面积有这么少得这么少, 那这个, 是一个求生的方法来的, 那第二个板块会是好呢, 就是说的是数据中心, 因为东西方的脱钩, 那内地的服务器, 服务器, 服务器呢, 就是不会想放在国外的, 那外国的伺务器呢, 也都不会放在内地, 因为是那个data, 数据安全, 唯有可以放在哪里呢, 就是相对来说, 是叫做中立的呢, 就是香港, 那香港如果它的数据中心, 是跟回一些叫做, 叫做, ISO啊, 270, 不知道是270多少了, 那时候, 那个数据安全啊, 和那个数据的, 營运的方法的时候呢, 那其实, 香港在一个地方, 摆数据呢, 就会是好的, 那现在在, 荃湾, 台湾的, 各街呢, 那是, 变成了, 有很多, 重建的, 工下, 或者是商下, 做数据中心, 那做数据中心, 有几样要求, 第一个, 这件事呢, 电力是要够啦, 第二呢, 楼底是要够高, 那, 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那其实, 数据中心有很多赚钱位, 就是第一件事, 是租一些server, rack出去, 第二呢, 其实你是有很多叫, SAAS, Service as a Provider, 就是, 叫做, 提供一些服务, 或者一些solution给它, 是会, 帮它解决痛点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增值位, 那, 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增长点, 那我不是经常说, 啊, 负面哪些哪些不行, 是还有一些新的增长点, 但是, 你都要有这些的认识呢, 才可以去, 呃, 在这里获利呢, 跟着还有一个, 呃, 想说, 呃, 有一个, 叫做,呃, 呃, 叫做,呃, 呃, 呃, 就说, 呃, 现在, 在,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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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呢,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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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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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少呢, 就是把一些资产卖出, 呃, 在今时今日, 如果你要去买出资产, 买价不多的, 那如果有买家, 去买的时候一付一个价钱, 一定会是好的, 那如果是大股东, 他给一个价, 是比市场折扬很多, 因为你市场折扬很多的时候呢, 大股东不愿意出这个价, 那去买这些优质的物业呢, 有機會是會令到那個上市公司的負責比率低 是幫上市公司到過難關 這個有些人會形容是趁火打劫,但是沒辦法的 現在有錢的人多,大股東也很了解財務結構是怎樣 他拋出這件事,你就看其他股東會否有反對 如果股東都不會反對的時候,他就可以賭傻瓜收拾便宜貨 如果不行,他會找另外一些渠道去融資 大股東去參與這些融資,他在外面設置一間公司 給予一些高息的債務去上市公司 最後一個大股東都是得益的 即是說,無論A選項也好,B選項也好 上市公司都是會得益的 最後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在辦公室裡怎樣生存 其實未來逆市,很多人會擔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會穩固的 我想說,有很多事情要自報的 怎樣呢?有很多人以為 我在這間公司離開了 別人就不會知道你以前在這間公司做什麼 其實不是的,行頭是很小的 你做過的所有事情都會是Blockchain了 你去過檔也好,什麼都好 公司最重視的人是什麼呢?就是誠信 如果沒有承信的人,基本上你是很難轉工也很難立足 第二,是你的工作能力 你不要以為你開樓攤,老闆不知道,同行不知道 其實全部都知道 如果你是一個很出色的人 其實第二的公司其實就是撐住你 那第三點是什麼呢?就是誠信 很多人經常以為你在這個位置那裡,很多人尊重你 但是我告訴你,人走就不只是查樑 人走簡直是查冬,即刻便面 他你在這個崗位裡面,你說你自己出去創業 做什麼都好,很多人都說會是支持你 但是當一走的時候,他就值得你死 你的尊重,究竟你要認清楚 是因為你在這個位置那裡 還是因為你一個個人 那所以我是很建議,如果你在一間公司裡 無論你在低位或者高位 你都要建立你自己的形象 建立你自己的誠信 建立你自己的工作能力 這些我相信是叫做Blend Building 尤其是在今時今日 現在的Blend Building 是可以通過社交媒體 是創立自己一個個人的品牌 那自己也是 自己19年開始 自己在做社交媒體的頻道 現在都差不多有接近7000日的訂閱 那不多的,我坦白說我自己做得不成功 但是我自己塑造到一個形象 是一個商業顧問的形象 是一個ESG的形象 那我自己套現的方法 我就是圍了一班高端的老闆 商業的人士 他可以有時問我做顧問 我收月費 然後我們有客 我可以提供一些解決方案給他去做 去做套現 那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人是做Mask Market的 他要很多人訂閱 他要做直播大課 都是其中一種套現方法 這些都是一種叫做Blend Building 那你自己 你的所有的一言一行、舉動 其實就是Blockchain了 人家是會知道你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 不要以為是不知道 人在做,天在看 所以你的工作 如果會不會轉到工作 其實是跟你之前的一舉一動是很有關係的 今天就想講到這麼多了 有什麼都可以留意大家聊一聊 拜拜 好